如果你想去三亚旅行 那么这份五天的保姆级工人可得收藏好 对你来说一定有用 去之前呢 建议大家先租一辆车 一天一百多块钱 还会为你节省大把的时间 下飞机之后 我们先去的阴梦长廊 听说这里的晚霞很美 特别适合情侣拍照 嗯 这不是贝勒爷的那四栋大楼吗 晚上的话 当然要去吃三亚的特色椰子鸡 这个椰子鸡说实话 牙口不好的人吃起来还真挺费劲的 第一两天上午我们坐船去的西岛 上岛之后 你可以花三十块钱租一个电动车 哎 带着自己喜欢的人 还游戏到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呀 小店驴永远的神 花十块钱去买一个椰子 去寻找属于他的浪漫 走的时候别忘了去买一个虾摩 这也是三亚的特色小吃呀 最后大家记得一定要在六点之前离岛 六点之后就没有船了 傍晚的时候我们去凤凰岭 这里还可以打开还是山盟石碑 凤凰岭的门票十块钱 你不仅可以带上你自己喜欢的人来这边看日落 在这边你也可以一篮整个三亚湾 晚上我们去第一浪贸市场买点自己喜欢吃的海鲜 然后找个餐厅让老板给你加工一下 三亚的海鲜是我目前吃过的最新鲜的海鲜 鲜嫩多汁 晚饭过后如果你还有咸香雅致的话 可以去路回头风景区 当你登上路回头的山顶之后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三亚市的全景尽收眼底 晚饭过后开吃啤酒来杯奶茶 然后静静的享受这座城市的夜景带给你的安逸 第三天上午我们直奔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的旁边有一个西部天涯 这边有各种各样的水上项目 什么摩托艇啊飞浴船啊啥也有 但是让我感觉最快乐的还是这个彩虹拖伞 彩虹拖伞两个人可以一起玩 你看这段情侣就是一块上的 而我的话我感觉自己一个人玩也挺快乐的 除了水上项目这边还有沙滩越野车 你自己来了 沙滩越野车体验完之后还可以去海边骑骑马 这个夏天这么热 咱们早晚都会熟的 必须的 在去往天涯海角的路上 你会发现这边有好多拍婚纱照的 在天涯海角的渔树沙滩上有一个天涯海角石 海上声明月天涯共此石 上午我们去游渔民打造的天涯小镇 这里的每条街道都直通大海 如果你特别喜欢这里的话 也可以在这边找一个海景民宿住一晚上 一晚上大概300块钱 第四天我们去的是南山寺 南山寺也是来三亚碧拉卡的一个景点 这里有高108米的南海海上观音 观音脚下有增强处 每人可以免费点三只清香 在这里也祝愿大家心中所念 皆为所愿 南山寺里面还有一处观海平台 在这个观海平台可以一睹整个南海风光 晚上我们在伯厚村这里找了个民宿 伯厚村这边有好多好多网红民宿 价格的话有贵的也有便宜的 这边晚上还有夜市 我这个不仅得当司机登风摄影师 还得陪他俩逛街 还有就是这个夜奶清母粮特别好吃 我强烈推荐 第五天上午我们可以先去亚诺达 来这里真的能感受到热带雨林 带给你的原生态细细 在这边你还可以体验高空玻璃栈桥和高空秋千 还有高空锁道 我最喜欢的还是和这个鹦鹉互动 你看我这朋友点多小 坐着高空秋千害怕就得了 鹦鹉站到你身上还这么害怕 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 这个景区的小姐姐她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 下午我们去南湾猴岛 南湾猴岛这儿的锁道是全亚洲最大的跨海锁道 在猴岛上你可以买点零食去喂喂小猴 而且你还能看见会游泳会潜水的猴子 猴岛溜完之后 我们乘坐观光车 顺着这条美丽的银海公路前往呆呆岛 我们在呆呆岛上每人花了100块钱 体验了一下这里的沙滩海鲜自助 用完餐之后可以去沙滩上抓螃蟹 这里还可以冲浪 对于第一次冲浪的我们来讲 能在冲浪板上站起来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懂得都懂 如果你晚上不想离岛的话 这边还可以露营 傍晚我们去的是后海村酒吧一条街 后海村这边不仅是冲浪胜地 晚上更是海边沙滩大型欢乐现场 由于时间问题离岛之际 我朋友的女朋友并没有选择在这里愉快的蹦迪 而是选择了她最想去的女人的天堂 三亚国际免税城 带女朋友来这里的兄弟们可注意了 你可得穿一双舒适的鞋子 女生在免税店根本不知道回家俩这都咋血 来三亚可千万把防晒给做好 我绝对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虽然我陪她俩来三亚到了一路的司机灯泡 但是我也要让你们吃一拨甜甜的狗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吹点赞 订阅 订阅 吹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